这年底传出了这个桃色纠纷 还爆出了所谓赔税抵债疑云的 这位新北市议员李婉玉 他在大直的两栋住宅遭到法拍 不过也许受到奢侈税的影响呢 今天的投标者明显减少 但即便如此 他的这栋3200多万 全账65平的豪宅 在首拍就被标走 也传出了得标的正是李婉玉父亲所经营的公司 本件由新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出价3636万元得标 底价3200万 李婉玉大直名水路 总坪数65平的豪宅 首拍就以3636万元被标走 得标者新过企业股份有限公司态度很低调 牛皮只带遮住脸可以保持生命 但根据了解 这家企业公司幕后老板 传言很可能就是李婉玉的父亲 这样高楼层河岸景观豪宅 市价每瓶喊到80万 法拍价格每瓶70万拿下 比市价每瓶少了10万块钱可说是赚到了 但受到政府奢侈税大方影响 来关切的投标者似乎没几个 目前整个法拍市场 市场来看的话 事实上它的买期已经稍微减弱 比如说因为目前的奢侈税上入之后 不管是政策上还是银行贷款上面 其实对投资客的打压是蛮严重的 另外李婉玉另一间市价1200万的套房 在外界预期下第一拍流标 因为爆出和林姓已婚建筑师借款 被法院派还650万 新科生意员李婉玉风破不断 大姐两间房子被查封法拍 也再度引起话题 中文字幕志愿者 林姓县 柯英卿SNG小组 台北报道